一切都正常 行 没什么好好休息吧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出院了 暂时不能 需要留院观察 可是我都觉得我身体完全好了呀 还是说 我得了什么绝症 你不告诉我 你想多了 只是有轻微脑震荡的症状 你放心 不是很严重 续续续计划了 不就已脑震荡吗 至于 爱丽丝 我帮我拿水壶了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吧 我回去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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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谢谢 你 扶着点 扶着点 我就是想出去晒晒太阳 我们两个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啊 不好意思 我生了病之后 记性就特别差 如果我没记住你 跟你说什么抱歉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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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不我对你下去 谢谢 刚好我也没事 小心啊 我叫莫菲 你呢 叫我爱丽丝吧 爱丽丝 我还得感谢你呢 谢我什么 要不是你 我可不能出来晒太阳 为什么 我哥交代护工 不能把我带到林医生办公室三十米开外的地方 我都快闷死了 我说你哥也太小心你了吧 这人呀就像花花草草一样 不晒太阳呢就会哭耶 尤其你生病了 当然要多晒太阳 我就要严厉批评你哥 我哥就是这样 我又懊不过他 就只能听他的了 行吧 不过这医院就像一个牢笼把我锁住了 我只是得了一个经维的脑震荡而已 医生就不让我出院 快别锁了 你呢 你得什么病啊 我经常头痛 神经性的 头痛是偏头痛吗 听说偏头痛还挺麻烦的 不过我动了手术 应该很快就会出院的 刚弄了手术啊 那你确实应该听你哥的 不要到处来吧 可是你刚刚还说 我哥管我管得太严 随时鄙视 你在这儿啊 工工 工工来了 看来我得走了 没事 我可以去找你吧 好啊 你怎么跑出来了 走吧 我们赶快回去 他怎么不认识我了呢 他怎么不认识我了呢 他不是去法国成国方校里吗 我说还是我弟对我最好了 给我带这么多东西来 你看连铅笔都给姐姐带过来了 你们这么懂事呢是不是 还给姐姐带了三明治啊 你怎么知道姐在医院吃不好呢 我跟你说这儿的厨师 连你这么一丢丢都不如 翻去 这是给鹿猪吃的 哎呦 头又疼了 你说你姐也是好可怜啊 多了脑震荡又住院 还不给吃个三明治 你还知道你自己脑震荡呢 住院了 对不起 妈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应该不告诉你 可是我不就是不想让你担心呢 现在知道自己错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我 是不是以后咱们俩之间的关系 只能靠血缘了 我已经道歉了 你干嘛还这么凶吗 不然你以为我们靠什么维持到现在 你都这样了还跟我顶嘴啊 我哪样了我不挺好的吗 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 你脑袋也没事了 你现在挺好的 你非要做什么手术你才满意是吧 我脑震荡需要做手术 你们别扯了别扯了 你们有没有脑子啊 别扯了都会我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还莫菲姐这样的 要不是我她也不会住院 头也不会这个样子 还喊你们俩吵架 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莫菲姐 露初 我们平时相处模式就是这个样子 对 这我们日常小节目 对对对对 你们真的没有吵架吗 当然了 主持人 你们在吵架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吵架 为了是吧 你看我们开启多好 对呀 好了 你快 我们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是吧 快给你解收拾 别别别别 那去吃啊 莫菲 快进来 我就知道你无聊 怎么你哥没落陪你啊 她出去办点事 一会儿就过来 我说你这个房间可真是搞 你是不是什么附加千金啊 若是的话 你们家的矿肯定不小 是我哥有点夸张啊 你哥对你真好 你命真好 不像我 我有一个不把我气得半死 就不罢休的弟弟 你性格那么好 你家呀一定特别欢乐吧 那倒是我和我弟啊 都挺没心没肺的 不过 我们俩那是从小吵到大 不像别人家那都是清洁热地的 轮到我们家那就是一个 小型的相手专场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 你的工作不会是说相声的吧 我怎么可能是说相声呢 我只不过是乐观而已 下次啊 我一定把我哥介绍给你 他呀 性格也特别好 不行不行不行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主要是我这个男朋友呀 很古怪 他不喜欢我跟别的男生单独在一起 不然的话他那个脸就 你可真是个开心果 我帮你 你是不是累了呀 那你早点休息吧 我也回去了 那你就早点回去吧 我哥一会儿也来了 那我走了你有事随时叫我啊 加个微信吧 加个微信吧 我不用手机 是不是因为你生病了你哥不让你玩啊 没事 那我没事就过来找你呗 嗯 把这些都给我带回去 我真是服了你 你这到底是住院来了 还是换个地方搞设计呢 这不是太无聊了嘛 不做点事情打发时间啊 就不能老老实实当了病人嘛 看我多好吃的 嗯 我看你是来这儿穿油来了吧 让你管啊 都给我带回去 嗯 好了 你们先回去吧 我还要去见一个朋友 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了 你们那个小店里我也坐不下 莫菲姐 你这才住院几天 就交到新朋友了 谁让我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小莫菲呢 我给你吃了 走了 再住舌头 拜拜 拜拜 莫菲 她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哎呀 你不用管她 别说医院啊 你把她丢进山里 她都能跟猴子谈 你有点夸张 做好的只有这一个了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那你先用着 等我回去再做给你 莫菲 我好喜欢 谢谢你 真的吗 别客气 但是 这样子会不会很麻烦呀 这有什么麻烦的呀 我自己平时就喜欢做这些 这样 等你病好了之后呢 回去我给你做一身漂亮的衣服 让你美美的 好 可是 我好像都没有什么能送给你的 嗯 嗯 你嘛 就把你的 微笑送给我 好 加油 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我今天好晒啊 我的天 天气真好 你会不会下飞啊 哎呀 干嘛 你要再晒和丽娜老师肯定 真的就不要你 打你啊 干嘛 张笑愚 不是 他怎么在这儿啊 他不会是来找莫菲姐的吧 不会吧 姐夫都不知道我姐注意 让他这么来知道 你就别管那么多了 少惹麻烦 你看着我干嘛 你还不打电话 一会儿他俩碰到了 哦 快一点 快一点 打 打给我姐 不然呢 快快快一会儿他跟方笑愚碰面了 就不好了 看不见 哎呀 这怎么办啊 千万不能让他们俩碰到 算了 我给我哥打电话吧 哎呀 你等会儿 我姐不是说 不能让你哥知道吗 莫菲姐是说 他生病住院的时候 不能给我哥知道 他现在都出院了 当然能说了呀 这 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了 你个大傻子 你们男人都不懂 女人最懂女人心了 快快快快快快 好 喂 哥 我现在在医院呢 莫菲姐她 她不是在医院吗 莫菲姐 你怎么不躺在床上啊 站着干什么呢 跟谁打招呼呢 一个朋友 他今天出院了 不然我一定介绍你俩认识 他可好玩了 是吗 今天心情这么好 可好了 哥 我想出去走走 行 走 来了 你 这么心有灵犀啊 我从苏州回来 你 你就 赶快 你到底想忙我到什么时候啊 我是怕你们担心嘛 就不想让你们担心 结果你们两个 都过来 但你知不知道你不跟我说 我会更担心 对不起 伤得严重吗 你看都好了 都好了 没事了 说没事了我会心疼 过来 过来 疼 我跟你说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的事件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知道吗 要不然这样我会更担心你 好吗 知道了吗 疼 是 自己一个人在医院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呀 吃蛋糠睡得好 倒是你看你安全那么重 是不是我不监督你睡觉 你就不好睡觉 我看不到你 就会失眠 睡不好 就会很想你 我也很想你 来吧 陪我睡一会儿 来啊 抱着你失笑感觉正好 我说我睡觉 我都会障藏 我都会障藏 希望 能否 凭你 手 不是我的睡觉 你幸福的模样 就是我的太阳 就是我的太阳 牵着你手 走到天空 看天上山山 看天上山山 看天下山山 看天下山山 From a 顾望 水灶泽 我宋剑的时候 谁都不能打扰我 我都没有你的主意 我抬起来 我去说你 真的小蝦 都没有你的主意 我去参加你 我去参加你 没有一点点 我去参加你 你看天上山山山 相干你 莫菲 你找什么呢 有一张图纸不见了 办公室就咱们几个 也没见谁来过呀 你是不是忘在哪里了 再找找 我整个都找遍了 可还是没有 怎么了 有一张图纸不见了 不会是水色的概念图吧 可是我记得明明就放在这儿 而且其他都在 最重要的那张不见了 你先别着急好好想想 是不是拿家去了 不可能 你们俩也帮忙找找 好 丢设计图不是小事 莫菲 莫菲 出来 好 怎么了 那天 出来咱们办公室里的人 还有沈佳琪来过 什么时候啊 那天她说要来找你 结果在你的工作台上 聊聊一会儿 鬼鬼祟祟的 背后还让她藏一些什么 但是我没看清楚 你确定吗 确定只有她一个人 这种事情我不会乱讲了 要不 你去问问她 但是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 好 莫菲 你也来泡咖啡啊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 什么事啊 我要给夏总那泡咖啡 她着急啊 我有事问你 不会耽误你很久的 那你问吧 要不我们去那边 好不好 走了走了 什么事啊 这么神神秘秘的 非要在这儿说 佳琪 那天你去设计室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一张我的图纸啊 什么图纸啊 我那天去看你的桌子上 只有两本设计图册 我随便翻了翻 别的什么都没看到 我的概念图 就在图册的下面 你没注意到吗 概念图这种东西 我还不认识吗 怎么了 我丢了一张概念图 可我清清楚楚地记着 它就放在图册的下面 如果你翻图册 肯定能看到呀 我没看到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我说你再好好想想 你也知道 概念图很重要 不 莫菲 你今天发什么疯啊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 我没有怀疑你 只是 那天只有你一个人 来的设计部 你们组有那么多的人 你第一个怀疑的是我 莫菲 咱俩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误会你 所以我自己 才先过来问你的 而且如果事情闹大的话 大家万一掉监控 你可以去掉监控 你也可以去报警 但是我沈佳希发誓 我没有偷你的概念图 佳希 莫菲 咱俩的感情彻底完了 佳希 莫菲 你过来一下 莫菲 今天这笔账我记住了 概念图既然那么重要 为什么不随携带着 明明是你自己保护不住的 明明是你自己保护不住的 被人偷了也难怪 早又一天 我也 你这杯咖啡我等了整整二十分钟 我还以为你去火星烧水去了 所以过来看看 没打扰你跟咖啡聊知情话吧 我 刚刚有点事情 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了 还有 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刚刚说的莫菲跟概念图 是怎么回事 佳希 谢谢 夏总监找我 听说你的概念图丢了 对 现在还在调查中 有什么头绪吗 还没有 我是明远的设计部总监 公司大小的事情都由我来管 凡是影响到明远利益的事情 我统统不允许发声 我不会听别人随便说什么 也不会听你推卸责任 丢设计图是一件大事 必须找到确凿的证据 我绝不偏思 还有 事情没有下定论之前 大家说话最好留点余地 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图 就是一张废窃草图 夏总监您放心 出了问题我来担当 有些责任我怕你承担不了 尽快找到结果通知我吧 好了 你出去干会儿吧